维基解密公布的一份秘电显示 十年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上任一时 曾试图放松媒体管制 要求高官公布财产 但是这些措施因为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受挫 下个月中共当局将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与全国政协会议 与此同时国家主席胡锦涛以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任期届满 将退休卸任由习近平和李克强接班 外界质疑面对中共体制残局和越发严重的执政危机 他们究竟还能够走多远 请看下报道 维基解密披露的这份保密电文 是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往美国华府 美国著名网站看中国编译电文 内容提示2003年9月19号 美国官员和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所长谢庆奎 曾经讨论了中国大陆当时的政治局势 电文中谢庆奎说 胡温新政府试图在政府及中共的运作上推动一些开放 以展示他们的亲民 也想给腐败解读 谢庆奎说 胡温政府还提出了要求高级别的政府官员 及其家属公开财政状况的提案 但遭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否决 其中只有胡锦涛和温家宝对这项提案投了赞成票 谢庆奎表示 这项措施尤其会威胁到高层领导人们的子女 对此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讲师资深法学家赵远明 向新唐人表示 大陆当局一再叫嚷要公布官员财产状况 但中共已经整体腐烂 因此这一提议在整个体制中遭到极大抵制 从这一点 从侧面 就发现中共实际上这个领导层已经彻底烂掉 你如果说没有大的决心 这个墙里的手段的话 你很难实行像这些什么公布财产 这个连接奉工 什么这个宪政梦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则指出 相对胡温当初而言 十年后的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危机 中国已经走到了巨变的前夜 因此胡温的继任者习近平李克强 为避免亡党不断强调要加强反腐 并再次提出实行官员财产公开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电文还披露 胡锦涛当初曾采取一些小步骤 给媒体松绑 但因为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并且担忧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批评 当局加紧了对媒体的管制 并禁止讨论政改 赵远明则指出 目前虽然刘云山不再担任中宣部长 但在新任政治局常委分工中 刘云山仍然主掌文宣大权 习李要想在媒体上真正迈出开放自由 第二大的步伐 就是要在人世上这一种彻底的改变 刘云山就根本不能够让他插手的宣传和媒体 赵远明强调 在最近的南州事件中 新任中宣部长刘奇宝还是听命于刘云山 因此 习李如果没有得力人选去执掌中宣部 清除刘云山对中宣部的掌控和影响 将很难改变当前形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银子 转发 银子 practitioners 感谢观看